1992年 三名蒙面大盗闯入黄百名的电影公司 他们来势汹汹气焰嚣张 又掏刀子又掏枪 给剪辑师吓得是满脸惊慌 但是大盗们一不谋财 二不害命 那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抢电影 抢某部未上映电影的底片 这是想来一个超前电影吗 不过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与许多无厘头电影中的笨贼相比 这仨大盗的智商 即便不算略胜一筹 起码也在伯仲之间 那电影的口碑近在眼前 他们脚底下 片名那四个大字 就在他们眼不前晃悠 然而他们最终带走的 却是远在天边 闯了好几关才得到的几个精致铁盒 可是里边东西的价值呢 基本就和他们的智商一样 趋近于零啊 那么话说回来 到底是啥电影能有如此大的魅力 促使一帮汉匪不惜以身施法 起来零元高呢 他就是周星驰张国荣稀有合作电影 投买名新公司头炮打响作 香港贺岁喜剧之代表 92年票房亚军为观众造梗无数的经典喜剧 加油喜事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今天咱们来唠一唠这部 由张国荣 周星驰 张曼玉 洪百名 毛顺君 吴君如主演的贺岁片 咱就说如此豪华的阵容 我只能感慨一句啊 那喜欢这部电影的同学 相信都能将片中的名场面倒背如流了 但是你知道吗 加油喜事的幕后故事 也称得上是妙趣横生 张国荣 周星驰两位天才临场加戏 加出了许多神来之笔 结尾更是拍了两个版本 加长版我猜你大概兴许 背不住 maybe 可能没看过 没事 别着急 手指头单击点赞按钮 敲醒沉睡的心灵 我们慢慢张开眼睛 重回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 咱们书接 黄百名和好兄弟创办新一城 缔造许多佳作 自己也主演一个开心鬼系列 后来大伙分道扬镳了 黄百名再次创业 再一回啊 说这新一城取终人散了 黄百名也得继续干饭呢 于是他最先是和杜琪峰等人 鼓得了一个百家风影业 作为过渡 然后就成立了东方电影 同时他还跟人合作 成立了一个永高院线 属于是从上游到下游都给打通了 而加油喜事 就打响了黄百名创业的第一枪 说就在当年呢 众星云集热热闹闹的赫岁片 已经成为了过年标配 也是电影公司屡试不爽的赚钱法宝 而能有自己主演的大片 挤进赫岁党 对于演员们来说 也是相当有排便的一件事 毕竟你看1992年 赌神赌胜之后 香港电影那是谁的天下呀 双周一成啊 那么新公司成立 用一部贺岁喜剧打入市场 也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这也是黄百名最擅长的类型 不过呢 起初加油喜事的主演阵容 并没有中心值 最初预想的角色安排 也和成片有着很大的差别 说原计划 三位男主分别是林子祥 黄百名张国荣 林子祥演大哥 黄百名演娘娘腔 张国荣演三弟 而吴君如起初是想让他演男人婆 不过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林子祥家中有事 林开拍了 突然咕咕咕咕 哥了 那咋整呢 找发哥 可是发哥也很悲哉的了 最后只能找到当红巨星周星驰 正常情况下 周星驰的片酬是300万左右 但是这回周星驰张口就要800万 结果黄百名拍桌子就给 一分价子不讲 成交 他俩也真是一个敢要一个敢给 咱说虽然上映后的超高票房 证明了周星驰的确是人有所值 但是他为啥会突然失责大开口呢 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 就是当年星爷是偏约不断 他感觉非常疲惫 想歇一歇 于是就寻自我说一个数 把这个黄百名给吓跑得了 结果就没成想 黄百名真就同意了 那歇一歇的事就先歇一歇吧 至于为啥黄百名答应的那么痛快 他自言呢 当时电影开拍在即 没有时间讲价了 直接拉进购物车付款就完事了 那请张国荣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本来哥哥正在加拿大 天天往这泳池里边一泡 享受半退休的生活 能不能请他回来演戏 黄百名这心里边也没底 导演高志森心里边更没底 结果谁能想到 高志森来到了加拿大 张国荣一瞅着他老开心了 讲话了找赶紧拍戏去 这是为啥呢 因为张国荣当时太火了 即使在加拿大 也没有一个清静的时候 每天都有人带团来到他家的楼下 拿他这当景点参观呢 而张国荣看完剧本之后 大眼就相中了娘娘强这个角色 他就告诉黄百名 说我想演这个 你可千万别和我争啊 并且点名要和毛顺君演对手戏 那没招啊 黄百名只能演大哥 和吴君如大戏了 就这样 加油喜事 阵容集结 并且以火箭般的速度拍摄完毕 至于到底用时多少天呢 网上传言是13天 黄百名本人则表示 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还不得个15天呢 多少有点反尔赛了 等到电影后期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 开头说的三名大盗 也热热热的来抢拷贝了 那他们究竟是受谁指使 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年香港电影在发展壮大的同时 各种黑恶势力也在不断的涌入电影圈 一时间乱象丛生 为了竞争夺下散烂的手段 他们都使得出来 可能是因为电影中有周应值 可能是因为张国荣 总之吧 这起抢劫大概率是来自于眼红的同行 那么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情况 警方自然也是高度重视 于是电影最后的制作 都是在重统警力的保护之下进行的 这几位警察 也就成为了加油喜事的第一批观众 尊贵的VIP超前点映了属于是 等到电影终于上映 其口碑和票房 也的确没有辜负明星大腕们的卖力表演 以及导演和主创们那些奇思妙想 电影一举就拿下了将近4900万的票房 夺得了当年票房的亚军 那么再来复习一下 包揽当年票房前五的演员叫什么名字呀 A 周星星 B 周星驰 C 顿角 行 那么接下来唠唠电影本身 加油喜事作为贺岁片 突出一个搞笑热闹 剧情上不需要较真 主要就是串联起段子 给演员们发挥的空间 演员们则是卖力玩港 尽情的搞怪耍宝 讹得观众一笑 最后迎来圆满的结局 一起为观众拜年 故事发生在一个大家庭里 围绕着家中三兄弟的情感问题所展开 周星驰饰演这个老三 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擅长用花言巧语糊弄女孩 在1991年12月23号 凌晨两点半开始这一分钟 你跟我在一起 嗯 给我一分钟 我要你记住这一分钟 这一分钟怎么那么久 嗯 快快呢 哎呀 真不是我故意每回都cue王岛啊 那全世界都在玩王家卫的梗 我也没有招啊 老三这条线 主要就是他和张曼玉之间的爱恨情仇 张曼玉饰演这个女孩 则有个性 从穿着上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这场戏中啊 张曼玉这身造型过于前卫了 起初他并不想穿 大伙正发愁呢 张光荣说我去劝劝 那也不知道咋说的 就给这个张曼玉给劝明白了 一个炫酷造型就此诞生 哥哥这个个人魅力属实有点东西 而周星驰和张曼玉的对手戏 可以说每一分钟都有梗 在追求张曼玉演这个女孩时呢 星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比如把T恤涂成西服 靠似电影角色 大玩浪漫 结果女生却表示 咱俩还有哥们 哥们可以消除的吗 哎呀不相信 你就闭起你的眼睛 深深地呼吸一下 这个月亮的精华 嗯 是不是很漂亮啊 嗯 嗯 跟你说我们还有隔膜吗 再比如星爷甚至追到东京 想给女孩一个惊喜 他在电梯上的这段幻想 也成为了现在各种视频中的 常见的素材 一笔意外 开不开心 好快快 好开心 好意外啊 一个字 绝 而后俩人还在屋里 靠自己了人鬼情为了 咔咔咔咔咔玩成迷了 结婚时星爷更是使出了一招 巴黎铁塔翻过来转过去 牛顿看完怒打一星啊 如果别看他俩现在舔 星爷转头就一个翻脸不认人 开始攻略别的女生 他和李立真在屋里边刚要燃烧激情 张曼玉突然杀到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好不容易把张曼玉给轰弄走了 结果 说这个情节呢 就是周星驰临时加的一场戏 本来剧情只涉及到了 张曼玉抓住周星驰就完事了 结果星爷是临时起义 改成了织不走张曼玉 然后他和李立真一起摔出去 这么一个无厘头的情节 不得不说 在搞笑这一块 星爷那真是拿捏死死 那接下来的剧情 更是扯上加扯 星爷一顿闪转腾挪 躲过种种危险 结果却被一颗鸟蛋砸晕 变成了傻子 而医生描述他病症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爆笑名场面 张国荣饰演的二弟是一个娘娘强 他在片中可以说是妙与莲珠 二弟有一个死对头 也就是毛顺君扮演这个表姑妈 他与张国荣的性格刚好相反 是一个男人婆 剧情中俩人是谁也瞧不上谁 由此就引发了一系列 提秀皆非的故事 甚至张国荣还玩了一把自己的梗 黄百明说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张国荣会和周星驰暗中较劲 当然是良性较劲啊 比演技比创意 不是说比谁耍大牌那种 因此呢 张国荣也会在有好想法的时候 为自己加一点戏份 片中本来没有打麻将的戏 高志森也不懂麻将 但是哥哥懂啊 他灵光一现 几乎就是自编自抖了一场麻将戏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可以说是为影片增加了一大亮点 而这片中的最后一对 就是黄百明和吴君如饰演的大哥大嫂 吴君如为了这个家 是勤勤恳恳认怒认怨 把自己熬成了黄脸婆 但是黄百明演这个大哥呢 不但不知道珍惜 反而在外边养了一个小三 有一次喝多了 他将小三带回了家中 这家庭矛盾也终于是爆发了 失去才值得珍惜 吴君如离家以后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 反而小三转正之后 黄百明又大眼看不上人家 开始念起了吴君如的好 那在此期间呢 变傻的周英驰和张曼玉相爱相杀 是真相杀啊 拿刀比喚那种 然后他恢复正常 在与张曼玉经历过种种的考验之后 爱情得以升华 张国荣和毛春君的故事走向 则让人意想不到 俩人双双失恋 一起痛哭 然后 然后俩人就在一起了 等再从房间出来 他俩性格大变 就好像互化了身体似的 那电影的结局呢 就是一家的男女老少全员出动 轮流上麦 去挽回心如死灰的吴君如 这里是吴君如回心转意 就迎来了圆满的大结局 他们一家的开始对着观众拜年了 这是当年咱们看的版本 但是 除此之外 电影还有一个plus版 这个版本的结尾呢 其实也没有啥实质性的剧情 就是在唱歌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场枪战戏 这里吴君如没有被黄百明感动 他转身离开 遇上了绑架的 三兄弟和绑匪来了一场大战 张国荣开锐全场 救下了吴君如 然后拜年 我个人感觉呀 这场大战属实没有必要 也不是很符合电影的调性 甚至来说有点磨叽 还是当年看过的老板就挺好 那至于为啥要增加这样一场戏呢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为了韩国市场 当年香港的枪战片在韩国是深受欢迎啊 张国荣在韩国更是人气颇高 所以韩国那边的发行方就提出 必须要给哥哥加一场枪战戏 于是就弄出了这么一个 投其所好的特供版 说到这儿 我真是不禁想感慨一句啊 那韩国人是真爱看犯罪片啊 回看这部加油喜事 你会发现 片中有许多梗 许多的桥段 那简直就是从小就刻在了自己的记忆里 久久难忘啊 并且偶尔呢 嘴里就会不经意地 蹦出来一两句片中的台词 有时候甚至自己都想不起来 哎呀 我说这是什么碗 当然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电影其实就没啥逻辑可言 无论前面发生了多么糟心 多么过分的事 在结尾 统统都能以一家人 整整齐齐和和气息的模式告终 讲出的道理往往也比较中庸 还是那句话 何家欢图一乐就好 那么在加油喜事大获成功以后 因为种种的原因 黄板明与永高院线的关系破裂 合作中止 同时呢 黄板明还在新加坡 遇到了亚氏老板的儿子 此人刚开了一家唐城 我查了一下 就类似于唐朝长安城主题公园吧 那黄板明到此一游 就发现 哎呀 这老鞋古装景点 完了老板还让我白嫖免费拍 哎那不嫖白不嫖啊 于是灵感来了 武装贺岁喜剧 花田喜事应运而生 花田喜事 依然是一个无厘头喜剧故事 依然是围绕着一家人的情感问题展开 只不过 这一次缺少了周星驰的家忙 取而代之的则是许冠英 许冠杰兄弟 而失去永高 为了给花田喜事铺路 黄板明倒彻倒彻 又组建起了一条新的院线 那新院线成立 花田喜事还被上映 也不能干呆啊 得找片放啊 本来啊 他这个院线是没有啥实力去拿片的 但是 黄板明手中还有一张王牌 就是他电影公司旗下的艺人 张国荣 他告诉发行商 说只有你把这个片的放映权给我 张国荣才能出面宣传 哎 他就凭借这一招 拿下了一部电影的香港放映权 这部电影的名叫 霸王别姬 而等到花田喜事真正上映 其表现也毅然亮眼 3558万的票房 虽然不及加油喜事 但是也打败了城市猎人 掏袖威龙2 拿下了贺岁党的冠军 五点秋香啊 那么从此之后 喜事似乎也成为了黄板明的一块招牌 这名起的就喜庆啊 大过年的谁不想看点喜事呢 1997年 加油喜事迎来了正经的续集 97加油喜事 在那个大环境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本片拿下了4000万票房实属不易 并且又一次荣获全年第二名 那可以再猜猜 这回的第一名是谁 错咯 是成龙大哥的一个好人 97加油喜事 还是一个包袱密集的家庭情感故事 按口碑来说 这一部也不算差 阵容依然是强大 不缺帅哥美女 也不乏搞笑的桥段 不过呢 我总感觉是差点意思 可能是先入为主 毕竟演员中 除了周星植黄本明 和仅在结尾客串的张国荣以外 就没有了九二版老熟人了 所以也没给我留下 多么深刻的印象 诶 等等等等 满了 老公 啊 今天没见 长成大姑娘了啊 啊 请楼楼 哈喽 老公 诶 等等 老公 哦 等等 哈喽 老公 诶 等等 诶 老公 诶 老公 你在这就好了 怎么这么巧啊 是啊 这一段 诶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诶 老公 啊 太损了 这就是教我做咖喱鸡的那个 那关于张国荣的客串还有一个小故事 先说为啥这回找了周星植就没找张国荣呢 因为找不起了 1997年星爷的身价已经高达1500万了 请完星爷 预算已经不允许再找一个张国荣了 为此黄板明还心生愧疚 总感觉有点对不起哥哥 但是哪成想呢 当听说在拍97加油喜事之后 张国荣不但毫无怨言 而且二话不说就来客串 当然也是分文不收 哥哥的重情重义可见一斑了 而就在97年之后 黄板明也逐渐走上了北上合拍之路 加油喜事2009 花田喜事2010 最强喜事六福喜事等等喜片相继问世 故事背景也不再局限于香港 黄板明身边的演员也在不断的变化 古天乐 甄子丹 曾志伟 郑中基 总有明星加入这棵大杂会之中 但是遗憾的是 当年的神话已经难以再现 冷饭吵着吵着就偏均5分左右了 该说不说发挥倒是极其稳定 当然即便这个系列现在拉了 但是仍然有一定的受众 旧号这一口欢欢喜喜郭大年的氛围 就喜欢许多明星欢聚一堂的港式幽默 也算是一种情怀加成吧 那关于黄板明的部分 我在开心鬼那一期里边已经总结过了 今天就不搁这升华了 仅仅说一个小小的感慨啊 众所周知 1994年是世界电影的一个大年 诞生了佳作无数 但是1992年 在香港电影界同样排面十足 从导演来说 杜琪峰的《神死观》 王晶的《陆顶记》 程晓东的《笑傲江湖2》 《东方不败》 徐克林领东的《双龙会》 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 吴宇森的《落手神探》 各个名头是响当当啊 从演员来看 双周一成 张国荣 张曼玉 林青霞 一众大半也各自贡献佳作 有一本书叫《香港电影的秘密》 里边有一段说的特别好 说过去 曾经有外国的影评人 将香港早期的一部公布片 批评为 《进阶过火》 《尽是癫狂》 但是如今 《过火癫狂》 已经成为了整个香港电影 荣誉的标签 更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一大特点 行 那这期先到这了 我是六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